高淑女,最後入閘,主要版本 今晚第四場賽事,加冕錶 這場1594米的芝馬級賽 主要版本逆入 2019年的加冕錶 今晚第四場賽事入閘 一起步的時候出得快一點 波麗安娜出得快一點 我當作看著我都快 外面看看戴不戴頭 大門的倚蓮玉帽都騎上前面 跟著出來的馬才見到中間的主要版本 再跟著才是奏樂指示 埋藍那邊扭擺舞動 再跟著是古寶淑女,了不起 了不起,了不起拖在後面 包緊尾暫時是正巧 跑400米左右,前面戴頭 波麗安娜帶出了多少 倚蓮玉帽一直按著薑在第二位 貼藍第三主要版本 拍著他看著我 過幾馬位後,內檔扭擺舞動 外檔就奏樂指示 然後古寶淑女,拍著了不起 暫時電口那筆仍是正巧 走了800米 差不多跑完這段直路 準備進彎了 大緊頭仍是波麗安娜 以連玉帽很頂 雖然外疊,走得順順 第三貼藍主要版本 拍著他看著我 然後扭擺舞動 奏樂指示 跟著那隊仍是鳥不起 以及古寶淑女 包緊尾暫時仍是正巧 差不多入圍後直路 最後五百多米 前面戴頭仍是波麗安娜 以連玉帽很整移,開始騎上去 看著我好像有很多 還未騎 外面上來就奏樂指示 馬群中間想穿上來就扭擺舞動 然後還有古寶淑女 尿不起 入圍後三百米範圍 前面戴頭仍是看著我 壓過了以連玉帽 追到上來就奏樂指示 外面上來就是古寶淑女 最後百多米後,前面看著我 一路壓住了以連玉帽 後面追到上來就奏樂指示 中間上來就是扭擺舞動 前面看著我看著我 那個勢可以贏這場賽事 各種第一名看著我 第二名以連玉帽 第三名就是奏樂指示 第四名才是扭擺舞動 施力,你找到了 看著我在這裡 可以報達騎得好 早段守個好位 一衝就有 底肩 上次是不跑得不領 上次 我喜歡拉他 馬拉出來漂亮 入到指示得很穩定 很穩定 很遲才奇 大局已定 都知道大把在手 結果 依連玉帽都給第二名 我怕他都沒有 是啊 奏樂指示都挺好的 因為這場是大跳級 第四是扭擺舞動 古寶淑女就差一點 這場輸了 終於破不敗身了 是 這隻不要走掉 法國堅尼那場 其實一點都跑得不差 明次比較厚 他反勝了古寶淑女 就是這場 是啊 有時候進度上 真的是有些 大家不知道 跑多了一場 可能拋多了個月 尤其是粘碼 尤其是粘碼 跑進度 你看,進到最後直路400,他有多定的步伐,看見我 那次已經打著了以連玉鉢,很早要 不過到了最後300多,看見我有點靠進去 但勢就很明顯印玉鉢,又不救他來了 這裡有些遇上了一個牢的 會輸的,看這一場中哪裡都輸,以連玉鉢 對,這場中沒有輸的 如果以連玉鉢是有的,他先過不了 他先進席路 周岳指示也跑得好 出賽經驗也差一點 跑完這場應該會更好 看著我先走了,你要追就難 大家看著我,演練肉貌 大家完全有些一理經驗 第三,他也是保持著自己的同速 剛才提過,大圖裡那隻也不應該那麼熱 扭擺沒動 那部熟女,上次真的薄 可能用力不慢,用力不慢 剛才看片段,大家都看到 當時贏得比較辛苦 最後,當時我們做法國的千堅尼也提到 一千堅尼的法國和二千堅尼 有些分別,水準未必很高 看看這個暫定的名次 跑第一名,十號碼的看著我 跑第二名,三號碼,以連肉貌 第三名,四號碼,走岳指示 第四名,九號的紐擺舞動 十號,三號,四號,九號 寶達德 寶達德也有進章 看見騎鏈 對,蔡奇來到第四天 就是第一匹來自法國的馬德 之前那些真是一般 外來的那些,華特那些都是 華特也算是有上個名字 對,上個名字 決意 香港這邊是33倍 厲害 按著我 扭一扭,尾就很粉 很粉 這隻很粉 沒理由這麼冷 這隻 我最後看英國那邊 大概 應該二十倍左右 都是冷門 可能和法國馬都未得過 這幾天都有些關係 最後一條Q 很多都是搭四 有票 最後有位置Q 四搭十 那份是位置Q 好,寶達德 先說英文 說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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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居然很感激 這位居然很感激 是的,她是很不幸 在沿路 在沿路 說的 今天 這位居然是完美 她 在沿路 她很容易 她很容易 她給了我 一腳 她是很好的 你現在進入獲勝盤 這是一個大天的日子 這是我第一組在奧利亞拉斯克 我是一個幸運 謝謝你 最主要說是早段走得順 有時候流放 少阻滯 就會有好的表現 對於布達德來說 大天 法國騎士在皇家瓦士谷取得頭馬 並不是常見 SX第四場賽事加冕錦 都有一個作實的派賽 跑第一名十號碼的漢爵我 獨贏派333.5 位置派51.5 跑第二名三號碼倚蓮玉 位置派10.5 跑第三名四號碼周岳指示 位置派17.5 跑第四名九號碼柳帶舞棟 三重彩 十號三號四號順序派3702元 單T派300元正 連贏三答十那份派223元 位置Q那份派82元 四答十的位置Q派155元 三答四派20元 勝出地區的派彩C3 法國派58.5 四連環派432元 四重彩 十號三號四號九號順序派18697元 第一口碼T 派14629元 既然 感谢观看